人生如梦,梦醒十里郎,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欧美的喜剧电影《憨斗特工2》 本片和第一部电影情节并没有太大关联 我们的主角憨斗先生作为一名中情局的特工 在五年前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时 因为被美女诱惑,导致任务失败 某国领导人被当场暗杀 事业上备受打击的憨斗决定放下凡尘,归入佛门 来到世界屋极的某处寺庙里潜心修炼 在这里她每天都学习少林武功 最后她练成了铁头弓和铁当弓 即将出关的她收到了师父的识点 随后她突然接到了军情七处的邀请 到达总部后,她得知在即将召开的两国交流会上 有人将暗杀总理,总部想派她来执行调查任务 导致得知非常激动,准备一血前耻 军情七处当然也是非常有实力的组织 她来到这里的实验室,结识了这里的科学家大脑哥 大脑哥给她介绍一堆C色气产品 组织还派一个看似不太靠谱的特工小黑来协助她 就这样,憨斗和助手踏上了调查之路 来到世界赌城的憨斗,在赌场寻找线人 谁知,刚要和线人接头时,线人就被一枪毙命 这让憨斗非常震惊 不过她还是取得了有用的线索 她的对手原来是一个名为旋风的世界著名杀手组织 据说,只要挤满三只钥匙,就能获得神秘的大杀器 而这三把钥匙,旋风也在寻找 通过线索,憨斗来到了下一站 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杀手老奶奶 在几人的交锋中,憨斗最终奋力夺到了钥匙 可是意外发生了,因为憨斗的粗心大意,钥匙竟然被调包了 回到英国后,她在领导大会上带着一把假钥匙,引得众人无语 上司也气得脸色发青 随后,憨斗再次遭遇了杀手老奶奶 在上司母亲的生日聚会上,她错把上司母亲当成了杀手老奶奶 对她进行了一顿暴打 结果可想而知,上司对她也彻底无语 十分郁闷的憨斗此时结识了一位心理咨询师,金发妹 这位美女帮助她疏导困苦 还帮她分析起了几年前任务失败的原因 原来,憨斗是中了杀手组织的计谋 重整旗鼓的憨斗决定继续寻找线索 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帽子哥 于是她和小黑决定行动捉拿帽子哥 这个帽子哥果然是旋风的成员 可万万没想到杀手老奶奶再次出现 直接射倒了帽子哥 这让憨斗的计划再次泡汤 憨斗带着帽子哥赶往医院 但他在半路上就一命呜呼了 不过,帽子哥临终前把钥匙交给了憨斗 还告诉他军情七处中存在卧底 得知情况的憨斗找到多年前的同事老奥谈起此事 突然,小黑将枪对准了老奥 并怀疑他就是那个卧底 憨斗并不相信小黑的话 还将钥匙交给了老奥保管 可谁知小黑的判断是正确的 拿着钥匙的老奥偷偷给组织打电话 告诉领导憨斗是卧底 这让憨斗变得人人喊打 无奈之下,他找到金发妹的家中躲避 这时,老奥和杀手老奶奶追杀过来 憨斗带着金发妹连忙逃走 而回到基地的老奥 拿着收集的三把钥匙 打开了隐藏的大杀器 这个大杀器是一种听话的药水 十分可怕 此时,憨斗和金发妹也得知了那个大杀器 五年前的任务就是因为听话药水 领导人才被保镖杀害 为了摧毁旋风的计划 憨斗偷偷闯入了两国交流会 阴差阳错下 他喝掉了听话药水 并被控制去刺杀领导人 但凭借这五年在寺庙的修炼 憨斗用意志力成功战胜了药性 计划败露的老奥赶紧逃跑 憨斗用黑科技飞行器一路追去 在雪山上,两人开始了一场搏斗 虽然老奥是职业杀手,本事过硬 但憨斗可是习得少林武功的俗家弟子 最后,憨斗凭借实力消灭了老奥 可他明白一切还未结束 那个杀手老奶奶还未解决 回到组织的憨斗发现了老奶奶的踪迹 老奶奶刺杀未果后开始逃跑 在追逐中,憨斗再次认错人 勿将女领导暴揍一顿 压着女领导找到众人时 他发现杀手老奶奶已经被透公们逮捕了 随着这出乌龙笑料,影片也随之结束 影片中,憨斗再次凭借顽强和智慧完成了任务 也为观众们带来了欢笑和感动 时间虽如流水一去不复返 但是我们敢于追求梦想的心 会一直年轻,成为永恒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